我是橘子姐姐 喜歡音樂 熱愛表演 每天都要開心快樂喔 祝你生日快樂 番茄姐姐 這是我跟香蕉哥哥 要送你的生日禮物 謝謝橘子姐姐 謝謝香蕉哥哥 不客氣 趕快打開來看看吧 謝謝你們 還特地準備禮物給我 不會啦 番茄姐姐 這個包裝紙那麼漂亮 你不要了嗎 對啊 我等一下會拿去垃圾桶 把它丟掉 番茄姐姐 我覺得這些應該還是有用的 這個禮物好可愛喔 對了 香蕉哥哥 如果你想要盒子的話 我也可以給你喔 我 好啊 那我就收下囉 我跟你們說 這些東西只會越流越多 到最後都會變成垃圾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叫做 有備無患 我剛好想到一個有備無患的故事 番茄姐姐 等一下我說給妳聽 說不定啊 妳聽完以後 妳就改變心意了 好耶 我想聽 我想聽 這個故事就是啊 從前從前有三隻老鼠 我的房子多麼地漂亮 我的家具充滿了迷人的氣質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我用美味又新鮮 隨時都可以享用的美食 啊 我真是個幸福的人啊 大哥說得對極了 這裡就是我們的天堂啊 要什麼有什麼 多麼的舒適又愜意啊 是啊 可是我一直搞不懂 小弟為什麼不來跟我們一起住呢 這麼多的食物 這麼舒適的房子 小弟又何必這麼辛苦呢 啊 誰知道 小弟是天生的勞碌命吧 大哥 不要管他了 我們自己享用就好啦 嗯 好吧 哈哈 別都吃光啦 留一點給我啊 哥哥他們老是要我去跟他們住 我才不要呢 一直都要依賴內褲人家 實在讓我沒什麼安全感 小弟啊 你在不在 我在啊 自己進來吧 哥 咦 你們怎麼來啦 我們明天打算在閣樓的房子裡 邀請朋友來開個派對 問你要不要一起來啊 對啊 我跟老二 準備了很多好吃的東西 你平常住在這裡 一定都沒好好吃 就來跟我們一起 開心地開派對吧 嗯 不了 我還要繼續準備我的東西 我希望在冬天之前 可以把倉庫堆滿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冬天了 好吧 好吧 每次都說不過你 派對的事你再考慮看看啦 來我們家 可以讓你好好放鬆一下 不要每天都弄得自己 緊張兮兮的 好啦 好啦 我再考慮考慮啦 哇 這些老鼠也太享受了吧 竟然在別人的家裡 開派對 大吃大喝 對啊 鼠大哥跟鼠二哥啊 他們過得太舒服了 可是鼠小弟卻很勤勞地 在外面收集食物 準備過冬 不過我覺得鼠小弟 他有點想太多了耶 為什麼要那麼辛苦的生活呢 他其實可以跟鼠大哥 還有鼠二哥住在一起 這樣子還會有很多好吃的耶 來 番茄姐姐 妳 妳 妳 再來 這給妳 謝謝 番茄姐姐 其實是因為妳不知道啊 在這個房間裡面啊 潛藏著一個危險喔 一個危險 會有什麼危險啊 聽起來好可怕喔 那就是啊 鼠大哥跟鼠二哥啊 他們過得太快樂了 所以他們越來越過分 把整個房間的食物 吃得到處都是 後來有一天 被主人發現了喔 被發現了 又是老鼠 昨天吃掉了我的三明治 今天又吃掉我的蘋果 這群可惡的老鼠 我要怎麼對付他們 對了 我想到了 就這麼辦好了 水 說出來的 水 大哥 會 你們這裡真是不錯 既舒服又漂亮 唉呦 真是里人羨慕欸 沒錯 沒錯 這裡真是老鼠的天堂啊 欸 水 大哥 别客气 还想吃什么新鲜的 自己来啊 我们家楼下就是厨房 绝对没有过期的食物 奇怪了 你们小弟呢 怎么今天一直都没看到他 别说了 那家伙就住在房子外面的水沟里 防止我们这些好日子不过 你可在外面吃一些过期的东西 真是不会享受啊 别说他了 来 大家干杯 老鼠万岁 老鼠万岁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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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像走了耶 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 我快喝死了 我好怀念新鲜的乳酪起司 哎呦 就算是一小片发霉的火腿也好 哎呦 早知道我们就应该听小弟的话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看来我们就要饿死在这里了 哎呦 书小弟 书小弟 什么事啊 糟了啦 你两个哥哥被困在房子里面了 对呀 对呀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大猫 吓死我们了 你两个哥哥根本就来不及逃出来 是这样吗 呃 这我得想一个好方法才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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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二哥 你们还好吗 啊 是我在做梦吗 啊 呃 小弟 你终于来了 呃 大哥 二哥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可是 外面有一只饿猫哎 你们放心好了 现在那只猫啊 它们有心情来抓我们的 啊 不管了 反正在这里也是饿死 我们快点走吧 哦 好 终于又有活过来的感觉了 哇 哇 能够再吃到东西 就有一种在天堂的感受 哎 小弟 谢谢你 还好由你来救我们 不然 我们就要死在那里面了 对啊 小弟 你说的没有错 这里真的比较安全 哎呦 冬天就快要到了 现在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回去 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大哥 二哥 你们可以先住下来 我的食物还够我们吃一阵子呢 小弟啊 我们不会再嘲笑你了 我跟大哥也要努力的储存粮食 不会输给你的哦 嗯 好啊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我是你的兄弟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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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兄弟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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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天天都爱你 要天天都在一起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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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鼠小弟 原本就有储存粮食的习惯 不然一到了冬天 鼠大哥跟鼠二哥 就算没有被猫咪给捉到 也一定会饿死在外面的 所以我刚刚说的 有备无患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要多多准备 这样就不用再担心了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耶 这个包装纸跟礼物盒 又不能吃 你们为什么会想要 我觉得这个包装纸跟礼物盒 可以拿来做 你很聪明耶 我都没有想到 对啊 只要稍微剪裁一下 再做一点装饰 就可以变成一个可爱的鼻桶 或是织物盒 书架 只要你发挥创意 就可以变成很多有趣的东西耶 真的耶 那我可以把包装纸跟礼物盒 拿回来吗 你哪有这样的啦 你刚刚自己说要给我的 可是我 不然我把礼物盒给你好了 谢谢 那礼物给我 那不是你准备给我的吗 可是你要礼物盒啊 我是葡萄姐姐 大小朋友们 一起开开心心 快乐长大 快快来跟着我一起舞动 快乐魔法音符就会洒满了天空 微微小飘一跳来吹吹风 白天白云的最少年有一道彩虹 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冰粉的笑容 daddy mommy baby一起手牵手 做个园里努力向前勇敢打步走 快乐陪伴障 快乐陪伴不寂寞 有有car love phone 有有car love phone 有有car love phone 創造幸福梦想安慰更多 有有car love phone 有有car love phone 有有car love phone 长出痛恋时刻最真感动 我也爱你你也爱我 陪你长大的朋友 游泳卡拉风 长大心的方向爱会等我 游泳卡拉风 找出红颜沙可遭 对着感动 我也爱你你也爱我 陪你长大的朋友 陪你长大的朋友 我也爱你你也爱我 陪你长大的拥有 寶贝出任务 听说宝贝今天的任务 非常困难 到底有多难 赶快来看看 今天出任务的宝贝是 法国斗牛犬 虽然外表看起来有点凶 其实是性格温和的居家犬 平常很安静 很少大声吠叫 很喜欢人的陪伴 在健康方面 呼吸系统比较脆弱 对于温度特别敏感 跨嘴过来 没错 我就是这一次任务的苦主 平常我都会带着跨嘴出去散步 不过 最近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跨嘴他很喜欢出去玩 所以每次他出去玩 我都害怕他已经忘记主人 忘记主人 那就回不了家 太恐怖了啦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测试一下 待会跨嘴会通过我们的关卡 中间我跟香香哥哥会换手 对 看他还记不记得 他的主人 他的家人到底是谁 那我们进行我们的任务 GO 跨嘴我们要准备出发了 走 跨嘴走 走 右边 右边 左边 再来 右边 左边 很好 很好 继续喔 右边 左边 右边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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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嘴 左边 左边 跨嘴 走 左边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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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嘴 右边 这里 右边 右边 快点 右边 这里 左边 左边 跨嘴 其实他好像有一点点发现 对 因为他做了两次动作之后 他就停住不动了 我声音有继续喔 可是他好像发现牵的人 会不会他感受力不一样 对 因为可能拉的力量不同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来吻我的裤管 真的耶 跨嘴 你认得我 我有点感人 我有点感动耶 跨嘴 那我们要进行第二个挑战 GO 一 二 三 跨嘴 跨嘴 快来 跨嘴 这里 跨嘴 跨嘴 你很厉害耶 我觉得他好像真的有认得我 那我们要变难一点 我们等一下交换外套 然后也一起叫 看他会不会 所以搞得搞不清楚 变身完成 登登 我变成你了 登登 是不是双胞胎的样子 等一下呢 我就会转过来 然后不说话 然后我不责说话叫跨嘴过来 看他是不是会来找我 等一下镜头帮我看一下 究竟他会看着我们的背影走向谁呢 1 2 1 2 3 4 跨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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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里喔 跨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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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里喔 这里 跨嘴 现在是习惯走右边去而已喔 怎么会这样 不是谁 头带差那么多吗 跨嘴 跨嘴 你认错人了 你知道吗 有啦 他跑向你了 对 还是因为你在叫他 他知道他的名字 那我们这一次应该不要出声音 看他会走向谁 就是我们只要站在那里就好了 对 因为他以为觉得你在叫他 跨嘴我们再来试试看喔 刚才我们背对然后换外套 他走向是我的外套 然后是太阳格的这边 是我 现在我们两个呢 打扮得超级像 然后我们要这样子不出声 对 做动作 叫这样 像观众你们看 像不像 平面看根本就一样 对 那你觉得他会走向我吗 我觉得应该会 因为看到脸了啦 应该是 刚刚因为是背面啊 我觉得他有一点 不知道认不认得我的脸 那我们来试看看 Go Cxxx 所以他 Cxxx 你要跟我回家吗 对没有 Cxxx 你要跟我回家吗 对不对 Cxxx 是我耶 你怎么会走去那边 他过来找你了 你怎么会这样 糟糕 怎么办 妳是不是太開心了 所以有點忘記我是誰 就跟小朋友出去玩一樣 就突然進了 然後聞到味道 好像不是我的家人 牽措手 好 那我們可以再試一次嗎 不信邪的主人 再一次 跨水你再過去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我剛剛有一點覺得 他會不會只是都走向 最右邊的那個人 對 因為剛剛我們換個位置 對 那我們這次呢 一樣我站到右邊 右邊再站一個陌生的 跟我們不一樣打扮 他會不會就走到 我們一樣都比這樣 好 一樣動作喔 試試看 走 好 GO 3個 1 2 3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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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旁邊的人不要出聲音 這樣總該可以走到我了吧 應該可以吧 找我們去測試看看 要找到我 走 GO OK 我出聲音 我做動作 好 預備 開始 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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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主人 你的家人 到底是太陽整個還是我啊 今天應該有把你的東西 都帶著吧 就跟我回家好了 跨起 過來一下 你先找他 他是不是只認紅色的衣服啊 對耶 因為我平常都穿紅色的 而且你剛剛有穿紅色的外套 那我穿上紅色的外套 不信鞋啦 好 跨起 你過去 我再慢慢 要試幾次 真的嗎 試試看 好 準備 來 預備 GO 快 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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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現在要把他帶回家 還是讓他太陽哥帶他回家 你為什麼第二個才來找我 怎麼會 我知道了啦 跨起跟香哥一樣 真的嗎 你真的很體現人耶 他就是很喜歡去交朋友 發現是這樣 所以我們應該用一個方法 讓他可以記得跟我回家 就是他喜歡吃 肉乾 我們今天有帶他喜歡吃的肉乾來 所以 跨起 就是看肉乾的份上 看我們叫你會不會過來 再來一次 對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完成任務了 還是你不用肉乾 你就可以帶走它 這一次我準備跨起喜歡的零食 所以準備這個 你要把他帶回家 而且這很香 你聞 真的很香耶 所以我希望等一下 我用這個誘惑他 他會過來 如果他又去找你的話 那 那我們就 跟我回家嗎 就跟你回家好了 試試看 來 GO GO 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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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這裡有雪芋相識 你看 這裡 你確定 是我 我覺得他真的是 認你的聲音 然後也認你的衣服 那 Rox & longe 我想他應該只是因為 喜歡交新朋友吧 對 我現在走了 跨起再見喔 跨起 你看 跨起你在那邊 那邊 有了 香哥 你看 我要走 你才過來 所以 他只是喜歡交新朋友嗎 對 是嗎 有點感人 我有點感動耶 看起來 伸出你的手 讓食物放在你的掌心上 這樣子餵食 就比較不會有危險囉